再回到课文里面来 这个下一句话说 那怎么发生的这个买了五十便是麻烦 怎么回事呢 后面说了 On his way to the sweet shop He dropped his 50 pence And it bounced along the pavement And then disappeared down a drain 咱们先做一个句子的语法成分的分析 据手的这个On his way to the sweet shop 画横线的部分明显是个地点状语 这个说的不就是本文中 这继续文它的地点吗 时间地点人物都有了吧 时间就是昨天发生的 给钱之后的买东西了 然后地点再去唐宫队的路上 人物是小乔治 那个时间地点人物都有了 起因咱们一会就会说了 他把五十便是硬币给掉了 硬币掉了 是这个事情发生的原因了 并且暗暗地引出第二个病例去 这个硬币 一弹一弹一弹 沿着这个pigment就变道了 沿着变道 登登登往下 and又出现病例去 并且呢 然后掉到一个地沟里面 失踪不见了 找不着了 这个drain表示地沟下水道 咱们还记不记得 在第三课无名女神 咱们讲过排水叫drainage drain后面加age drainage system 叫排水系统 这个drain是可数的 就地沟的意思 掉到地沟里找不着了 这是事情起因 为什么五十变时的麻烦呢 为了找着硬币 把胳膊卡住了 这事情起因也出来了 时间地点人物 起因也有了 我们得慢慢说经过了 当然这句话中呢 语法不是特别困难 而且词法呢 也不是特别难 有一个咱们注意 这个on one's way 是在某人去某地的路上 或半路途中 但是这个借词 不能加in 得加on 在某人的路上 我们中文中也能说 在半路途中 路上和途中都行 在英语中不能加in 得加on 大家还记不记得 第一课讲过 在钓鱼路上的商人 on a fishing trip 什么on a tour 什么on a journey 都叫on 如果叫in one's way呢 in one's way 表示挡住了某人去路 不是在路途中了 是挡住路 you're in my way 你挡住我的路了 是这么一个意思 本文中用的是 这个on是对的 然后呢 小乔治你想象 当然很着急了 这还了得 这等于眼看着乔丽 掉地沟里 这得找回来呀 你跟后面说了 George took off his jacket roll up his sleeves and pushed his right arm through the drain cover 小小指 你看一股脑的动作 脱了夹克衫 卷起袖子来 并且把这个右胳膊 沿着地锅盖 就塞了进去 用此用的好 push 用力往里塞 推进去了 把胳膊进去了 进去进去出出不来了 你看这个take off 这个简单 什么脱衣服 戴帽子 脱袜 什么脱衣服 摘帽子 摘眼镜 都会叫take off 然后roll是卷动 卷动的意思 卷动滚动 都会用它up向上 往上卷袖子 roll up这个动作 然后push 表示用力往前推 注意push这个动作 是阻力在前面 我往前推 把门中用力推 这个动作好 就强调胳膊为什么卡住了 它本来进不去 用力推进去的 但如果用拉这个词 叫pull 这是阻力在后面 我拉着这么走 这个动词得变一下 有的劲儿大一点 我们用drag这个词 你看英语表达跟中文一样 就drag drag这么一个表达 中国话跟英语有的时候 发音确实类似 为什么呢 尽管我们现在看上去不一样 但是我们祖宗都是猴 都是猴变的 这猴子用力去时 口型里 dr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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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一叫 drag 中文中是drag 老爷说drag 类似 但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叫how 来把大萝卜给how出来 how这个动作 英语中也有 叫how 有这么一个词吧 但how这个中文 比英语还难了 这中文要没有中文八级 还这么会写 这个字念how 草子头 这边一个女 那边一个侮辱的乳 这个叫how 大萝卜给how出来了 我们再读一下这次 how how 就用力的再拽叫how 这几个都行 本文中推 这用的对 好 还有同学下课问我 李老师 那您看这个 您以前说过 英语中是突出中心动词 把次要动词状语化 那你说这句话中 为什么一连串动词 都是主句的位于动词 它为什么没有用非位于动词 和独立主格呢 连续使用动词 这里连续使用动词 是由它的目的 连续使用动词 可以表达一种急气的心情 增强一种紧迫的感觉 一连串的动作 做了这个做了那个 表达极其的心情 增强一种紧迫感 好像节奏更快速一样 表达了小乔治 极其的心情 你看看 乔治怎么样 脱了夹个衫 转起袖子 马上往里塞胳膊 找这个钱 是一连串的动作 是表达这么一个含义 你看好多句子 跟他类似 你对比一下 咱们在第23课里面 114页的第15 你看是不是也是这么说 114页的第15 Acting on a sudden impulse I collected several dozen Put them in a paper bag and took them to Robert 连续使用collect put和took 就是take了 一般过去就是 连续使用动词 表达一种迫切的急气的心情 由于一时冲动 我收集了几十只 几十只蜗牛了就是 然后把他们放在纸袋子里面 然后马上拿着给罗伯特 给罗伯特带过去 这是想起了朋友的嘱托了 对了 他一直想吃蜗牛 让我给他烧过去 一直我的总望 你看这事闹的 刚好下文语之后 一方面除害虫了 二来满足彭的心愿 于是一股脑的 马上去做 收集蜗牛 放在袋子里 马上二话不说 到彭家走去 表达了一种极其的心情 跟本文中 有一区痛苦之妙 但是想的不错 找而言出去 买巧克力 想的不错 但最后出事了 怎么样呢 He could not find his fifty-pence piece anywhere And what is more He could not get his arm out 他到处找 也找不到 他这个五十便时的硬币 并且 and引出并列句 What is more 更糟的是 He could not get his arm out 胳膊卡住 还出不来了 这个第二个并列句 前面的 What is more 是个重点 表示递进关系 而且 还 怎么样 更有甚者 What is more 注意 在口语中 为了简洁 咱们也可以写成 What's more 但是记住 在书面语中 咱不要写成 What's more 书面语中 咱一般不用 pere s pere t pere d 这样的缩写 不是书面语不能缩写 一般不用 pere s pere t 这个缩写 咱们还记得 Wood rudder 口语中还说 I'd rudder 但书面是 I would rudder 不要用皮儿的缩写 本文中是书面语用的是 What is more 注意这个 What is more 只是表示递进 没有感情色彩 它往好的方向发展 往坏的方向发展 这个都行 都可以 本文中 是往坏的方向发展 更倒霉的是 胳膊还出不来了 钱没找到 是倒霉事 更倒霉的是 胳膊卡住 出不来了 更倒霉的事 但是不见得是更坏 更好也行 你看这38课 就出现更好的事了 比如咱们看 174页第四行到第五行 174页第四到第五行 What is more They will not have to rely solely on the written word What is more 就要此外 他们就未来的历史学家 将不会仅仅依赖于书面语了 Rely on 是依赖依靠 不但他们拥有的那些素材更多 而且他们不会仅仅依赖于书面语了 因为当代有光盘 有些音像的东西 能流传下去 未来的历史学家 住在得天独候的地位 这是更好 但本文中是更糟 可见What is more 是没有感情色彩的 仅仅表示递进关系 而且更壮的是 等等等等 更有甚者 跟他类似留好几个 表示递进关系的词 没有感情色彩 你像 Modover 或者Furthermore 都行 还有呢 像类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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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 都行 表示更重要的事 我们把这几个大声读一下 那都行 大声里面 Moreover 或中它的近义词 同义词 Furthermore Furthermore 或中后面那个 Besides In addition 注意连读啊 再来遍 In addition Additionally Additionally 都行 表示词外 而且更重要的事 而且呢 都是表示递进关系 注意 没有感情色彩 更好 更坏 都行 它没有这个感情色彩限制 但是我们有一些呢 是有感情色彩的 我们有些表达 专门表示更糟的事 这个在本文中可以替换 更糟的事 更倒霉的事 To make things worse To make matters worse 都可以表示 更倒霉的事 它本身又 worse了吗 不能表示好事了 可以替换本文中这个 What is more 因为本文中表示更糟 我们大声读一下 To make things worse To make things worse 再看第二个 Matter读快了 面的matter会酌化 To make matters worse To make matters worse 这叫更倒霉的事 更糟的事 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The team has lost The last two games And to make matters worse And to make matters worse Two of its best players 这两个搭配 从理论来说 都是非位于动词 因为它是动词不定式 但是呢 这些非位于动词 就不要求逻辑主语 跟主句主语统一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固定搭配 就直接看作个习语来用 没有主语统一问题 非位于动词 如果是固定习语 就不用考虑主语统一 你看这个And 第二句话的主语是 另外两个最好的运动员 是这个运动员 使情况变得更糟了吗 不是 是运动受伤这个事儿 主语显示不同意的 但没关系 一样可以用 To make matters worse 就跟What is more 是完全一样的 记住啊 非位动词 在是固定习语时 就不用考虑主语统一问题 本分钟可以替换 但本分钟What is more 注意 这个是没有感情色彩的 更糟的是呢 胳膊卡住出不来了 我们说 A crowd of people gathered around him And a lady rubbed his arm With soap and butter But George was firmly stuck 这句话从语法也简单 一群人呢 于是乎就聚集在了 乔治的周围 并且一个好心肠的女士呢 就在她胳膊上 涂抹了一些肥皂啊 跟黄油润滑一下 可能不能出来 结果不管用 乔治被卡得死死的 哇哇哭 这个围里群人 好事者飞而来的 哎 卡卡小孩了 好玩哎 围里群人围到这了 A crowd of people 表示一群人 这个getter 在这不是收集的意思 咱们在第一课讲过 getter可以表示收集聚联 getter crops 就收割庄稼放在一块 但本文中getter 不及无动词 是人群聚集聚联 绝对不是收集 表示人群聚集 有好几个词 跟它类似 而这几个词呢 这几个词都可以当作 不及无动词来用 人群聚联到一块 我们大声读下 getter getter assemble assemble collect collect mass mass congregate congregate 这几个词都可以表示 人群聚联到一块了 特别是像这个collect 这个词我们在第一课也讲过 collect本来表示收集 像collect stamps 叫收集邮票 但是表示收集 它是集无动词 表示人群聚联 这个意思的时候 collect是不集无动词 我们同样的 通过几个例子呢 我们来看一看 比如说看第四册的第九课 第四册的第九课 叫阿尔弗雷德 这个大帝 这个书 讲王室间谍活动 他讲 while Alfred's little army slowly began to gather at Athelney the king himself set out to penetrate a camp of Gasson the commander of the Danish invaders 当阿尔弗雷德小谷的部队 慢慢在盖瑟勒母附近 集结起来的时候 军队集结到一块 聚聋了 对吧 国王他亲自 那么当自己的间谍 刺探到了 这盖瑟勒母的军营里面去 盖瑟勒母是当年 当时的这个丹麦侵略者的 他的指挥官 这Gatter人群聚聋到一块了 你看 他就是也是一个 这个不求动词 咱们多看几个例子 a large crowd had assembled outside the American embassy 一大群人 聚集在了 美国大使馆的外边 这个聚聋 assemble 跟本文中这个Gatter 包括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第四课的Gatter 完全一样 我们再读一下这词 assemble 一般过去的是 过去分词都加字母的 再读一下大使馆 这个词 embathy embathy the American embassy 美国大使馆的外边 就聚集起来 再看 a crowd soon collected at a scene of the accident 一群人很快聚集在了 这个事件发生的现场 这可能是个车祸了 创死人了 唯一的大群人来看热闹 collect 在这不是收集 它是聚集 不可处名词 在这是不求动词的 没有下笔语 再比如说 demonstrators had massed outside the embassy embathy还是大使馆 demonstrator 就示威者 示威者聚集在了 大使馆的外面 你看这个聚龙 用mass也可以的 再看这个congregate 一样 你看 a crowd quickly congregated around the speaker 那么一群人很快 就聚集在了 这个讲话的人 这个演讲者的周围 聚集聚龙 congregate 演讲 这几个 这个句子 我们可以加深 这个动词的一些 注意都是 不求动词 人群聚集到了一块 本文中呢 也是 一大群人 很快聚集在了 乔治的身边左右 大家也着急 这孩子也卡住 怎么办呢 这不又饿死了吗 这怎么办呢 并且一个lady 一个女士怎么样 rub 这个rub 就摩擦 往那蹭 涂抹嘛 往那胳膊上 涂抹什么呢 sup and butter 注意肥皂和黄油 肥皂和黄油 这两次都是不可数的 随之不能加s 也不能加这个a或者n 这样的贯词 你像我非要说一块肥皂 那只好用a bar of soap 或者a cake of soap 叫做一块肥皂 不能说a soap 肥皂不可数 bar是长条的一板 cake呢 是长方块 像蛋糕一样 这么一块肥皂 当然大家还记不记得 香皂该怎么说 香皂我们在那个分方的 指那个味道 那个树是不是咱们讲过 我们说可以用scented soap 或者perfumed soap 就是有香味的肥皂 叫香皂 scented scented 后面加ed scented 还有perfumed 对吧 p-e-r-f-u-m-e 再加四目的 perfumed so叫香皂 这是肥皂 都可以 这是咱们指那个 那个那个 这个讲过香味吗 在那棵树香水 就是11克 这个这个过海关 那棵树咱们讲过 就是复习 那黄油 黄油也不可数 我非要说一片黄油 在面包里面一片黄油 叫a slice of butter 这个词是不可数的 我们再读些黄油这个词 butter 但生活中一般都用butter butter 因为字母体和着化 我们读一下这一片黄油 a slice of butter a slice of butter 这一片黄油 本文中呢 单独用都是不可数的 不能用复数 but George were firmly stuck 这个但是乔治被紧紧的 卡住了 firmly表示紧紧的 这个stick 过去分子stuck 卡住 被卡住了 大家一看没办法了 想起咱们的消防队来了 the fire brigade was called and two firefighters fraid George using a special type of grease 这个消防队被叫了来 并且两个消防队员呢 用了一种特殊类型的润滑油啊 把乔治给解救出来了 这确实这个特别光滑 可能在着火防塌了 竟然有人被卡住 所以他们专用的 就是润滑油 这个消防队 咱们看一看 叫fire brigade 这一看是英国用法 在英联邦国家 可以用fire brigade 这个brigade本来表示 军队的编制 军师旅团营连排班 那个旅 叫做brigade 在英国呢 消防队也用它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fire brigade fire brigade 叫消防队 但在美国呢 像北美洲 美国和加拿大 消防队用这个词 这么一个端语 我们大声来读 the fire department the fire department 也是消防队 而且呢 我们看到这个 消防队员呢 这个用词也是不一样 后面出现fire fighter 这消防队员 是可以的 我们在美国呢 一般用fireman更多一些 那么也可以用 在英联邦国家 用fire fighter更多一些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消防队员 fireman fireman 再读后面这个 fire fighter fire fighter 消防队员 本文中分开写 变成两个词 咱们连成一个词也行 两个拼写都对 都是消防队员的意思 这个做常识 咱们知道就好了 那消防队被叫来 咱们可以发现 有人就叫来的消防队员 打了这个电话 叫消防队员 但有人呢 这个人是谁 咱们甭说了 所以强调动作承受者 用了被动 他没有用有人做主 然后呢 两个兄弟是怎么样呢 fire fighter 把这本文释放出来呗 使他自由了 放了出来 后面using a special type grid 用了一种特殊的润滑油 这个using在这 明显是个方式状态的 用这个方式 把它救了出来 使用这润滑油 但是你注意这两个动作 一个是把它放出来了 一个是使用了 这种特殊的润滑油 那这两个动作哪个重要 是不是把乔治给放上来重要 还是使用了润滑油重要 当然是把它给解救出来 放了出来嘛 使用的是什么油并不太重要 重点是乔治自由了 能动了 跑了 这么一个意思 但是这句话 很多中国同学会写不好 他受到中文影响 按照这个语序 会写成这样一个句子 你看很多中国同学会写成 and two firefighters used a special type of grace to free George 应该很多同学会点头 确实我们自己写可能会这么写 为什么 这个语序更符合中文特征 两个消防队员使用一种特殊的润滑油 把乔治放出来 后面用to do了 你这么写就有点麻烦 为什么呢 因为你使用润滑油 是谓语动词吧 to do是非谓语吧 动词不定式和分词 都是非谓动词 那么你使用润滑油是重点 把乔治放出来 倒变成次要的了 你要是这么说 那本文中下面 可能就要出现广告的内容了 大家请注意 我们的大力神牌润滑油 如果你给润滑油做广告的话 可以这么来说 为什么突出润滑油 本文中不是说润滑油 是把乔治放上来了 你看这句话本身 重心就偏移了 所以英语中 没有写的对这么简单 我们的写的地道 写的好啊 这句话重心偏移了吧 如果你后面重点讲 什么润滑油 润滑油有什么功能 那可以 但是我们重点 是把乔治放上来的 乔治这回呢 哎呀 尽管刚才哭哭啼啼的 这回好了 放出来了 但是呢 他钱还是没找着 但是乔治并不太伤心 咱们看为什么 后面说了 George was not too upset by his experience because the lady who owns the sweet shop heard about his troubles and rewarded him with a large box of chocolates 这句话稍微长一些 咱们看看语法成功的分析 那么前面白颜色的 还是句子的主句 乔治呢 对他的这个经历 并不觉得太沮丧 这个upset在这儿 可以当形容词来用 叫沮丧的 be upset 为什么呢 because引导一个 原因壮益从具 从BSK开始 一直到剧末 是原因壮益从具 因为这位女士 什么女士呢 后面画横线的 这个协体字 是一个牵套在 原因壮益从具里边的 定义从具 来修饰这个lady 就是拥有这个 糖果店的这个女士 就是糖果店的老板娘了 怎么样呢 听说了她的这些麻烦 并且这and是 在because里面 两个并列的这个内容 并列在because里面 第一句话是 听说了这个麻烦 第二个后面呢 并且用一大盒 乔丽糖果来奖励她 就别哭了别哭了 免费给你一个 这个乔丽糖 所以呢 乔治并不太伤心 为什么这回没有钱 也拿到巧克力了 第二句话的主语 当然还是the lady 两句话并列关系 所以第二句话 就不用说the lady了 reward 这是奖励的词 给你大盒巧克力糖 注意chocolate 是利用复数了 老师在前面说过 chocolate 如果是纯巧克力 一定数不了 但是巧克力糖是可数的 如果加s的话 说明不是纯巧克力 纯巧克力这大盒 恐怕比较贵 但巧克力糖 可能就便宜些 当然是这么一个意思 好 那么首先我们再看看 这个heard about 这个hear 我们知道可以表示 听见声音 但hear about 得翻译成听说 听说的情况 这三个搭配 可以同时记住 我们大声都讲 hear of hear about know of know about learn of learn about 都可以表示 或吸或听说 而不再是动词本身的 听见 认识 和学会了 不是这个意思 都是听说过 像know of know about 这个结构 在未来17克中 最长的吊桥 咱们马上就会看到了 咱们先卖个关子 在未来会看到 总之 我们知道 是听到 或吸 听到这个情况之后 怎么样呢 奖励他了一大盒 巧克力糖 这个老板想要害怕 你万一这回 万一这回一害怕以后 都不来了 麻烦 我们这个糖果断肥倒闭不行的 这是我们上帝嘛 老主嘛 这一个乔治 撑起我们半逼江山的 不不行 没关系 别害怕啊 给你一盒糖吃 下次还来我们这买来 这个用什么什么来报答 用什么来奖励 这个搭配呢 reward 可以把它顺便记住 我们大声读一下这动词 reward reward 来奖励他 用什么东西 后面加威斯就好了 用一大盒糖来奖励他 我们看例子 观众们 对这位表演者 performer的抱以 雷鸣般的掌声 掌声是applaus 雷鸣般的雷是fender 雷鸣般的fenders就好了 咱们看怎么说 观众们 老师说过audience 但audience这个词表示 一个剧场的全体观众 他得用单数 一个剧场是一群观众用单数 对吧 所以我们说 the audience 主要用单数 rewarded the performer 别注意介绍 with thunderous applause 观众对这位表演者 抱以热烈的雷鸣般的掌声 用这个来报答他 来奖励他 是这么来说 这用某式来奖励某人 本文中是用大盒乔丽堂 来奖励这个小乔治 就是这么一个 这个我们再看一看 reward这个词 也可以当名词来用 当名词来用 直接翻译成 酬劳金就行了 比如说 a reward of 1000 pounds 一笔1000英镑的酬金 酬劳金用reward 那动词呢 就是酬谢报答奖励 这个意思 这个表示 一笔酬金这个结构 咱们未来在 第二十克先驱飞行员 咱们未来会碰到 今天咱们先记住 但是注意 有一个词呢 跟reward容易搞混 reward是报答 或者奖励奖赏 还有一个词叫 授予某个奖项 授予某个奖项 或授予某个头衔 咱们以前见过 它被授予十大 杰出青年称号 对不对 还记得这个词 我们读一下 award award 注意 直接加人之后 直接加something 中间不加计词了 这个搭配不一样 咱看个例子 he wa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for her work in medical research 这个女人 被授予了诺贝尔奖 为什么呢 因为她在医学研究方面的工作 被授予了诺贝尔奖 注意后面借词 是零借词应该叫 没有借词了 人做主语用被动 直接加这个被授予的东西 这不能加威斯 他做名词呢 他做名词就是具体的某个奖项 而不是筹金了 你要著名的 the Academy Award 就是我们说奥斯卡奖 也叫学院奖 Academy是学院的意思 这里面Award是讲 这个具体的某个奖项 这个意思 那么奖励他一大盒 巧克力糖果吃 就好了 这是介绍了这个故事的 这个上面介绍故事的经过和结果 经过呢 卡着之后 大家叫了交通队员 把他救了 结果呢 结果是老板娘给了一大盒巧克力糖果吃 时间地点人物 起因经过结果都有 这是个典型的继续文 本文的题材又是一个继续文 你看他的线索 咱们看怎么写的 首先题目呢 新有趣 叫五十遍事的麻烦 大家一看题目就想看 为什么五十 谁会用钱买麻烦呢 为什么五十遍事有麻烦呢 大家都想看看这个内容 吸引大家把它看完 然后第一段呢 是做铺垫第一段其实是个引子 先说孩子们呢 都喜欢要零用钱 对吧 然后从哪来呢 爸爸妈妈什么叔叔大爷都给零花钱 少数很节俭 但多数呢 立刻就花掉 来引出下面我这个小侄子 乔治就是有这样的人 下面第二段描述了整个故事的情节 第二段叙述事情经过 时间是昨天 地点去糖果店的路上 人物呢 就是我的这个这个这个 乔治这个小侄子 还有些配角 就旁边的观众 群众 还有那几个小侄队员 然后呢 为什么发生呢 因为这个钱掉到地沟里了 然后经过呢 经过是胳膊卡住 然后呢 有小侄队救出来了 结果呢 是糖果店老板给他了这个汤匙 这照应题目 五十遍事的麻烦 是这么一回事 揭示谜底了 文章很有趣 尽管呢 从语言来说不是很困难 但里面知识点呢 确实特别特别多 希望大家一定把第十五课 仔细好好复习 就不枉李老师讲这一招 好 我们第十五课跟老师 就学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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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同学们